現主席配合民進黨的這項人 是過去不怕風涼不怕風怪 天生風險的那項人 大家說對不對 我對雲林的感情很沉 因為我擔任過台南市的市長 雲林正是隔壁啦 有那種觸避頭部的感情 另外一方面的我人為雲林 原來是一個有文化 有歷史的地方 小孩的時候看王俊龍的佈地獄 這就不用說了 全台灣佈地獄 最興 最安全 表現最好的 就是我們的觀念觀 民主和自由 對現主席我們所有人來說 都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好像胡錫一樣 但是我們也很清楚 今天的民主自由 是很多人道頂打拼 清楚所來 絕對不是獨裁者 所好 所好 所好難的 大家說是不是 是不是 我們曾經走過街頭 是不是 我們曾曾經對 東方者抗議過 大家說是不是 是不是 這就今天的民主自由 全都不是輕鬆的工作 大家說是不是 這個過程當中 我向文念觀抵襲 因為文念觀 在過去的民主運動中 一直都站在第一線 握頭機 戰頭庭 大家說是不是 你看 蘇東客的新生 一路路來 文念觀多少人站在頭前 我要競選董主席 我跟每一個官司 和董環做人 其實我分念那一場 我很感動 真正 主秦的董環 登基支持民進黨的鄉親 站出來 拍拍民進黨 拍拍民進黨 共的現場是非常嚴重的 但是我聽在那個 我心想我感受是什麼 我說這點人 現主席拍民進黨的這點人 是過去 不怕風涼 不怕風怪 犧牲 犧牲的那點人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現主席 臺灣的民主感自由 受到空前的威嚇 我希望 訓練觀的 風露鄉親是大 發揮過去的精神 一樣又站出來 一樣又嚇頭去 戰後天 來修好臺灣的主權 促進臺灣的民主 好平和歡迎 大家說好好不好 大家說好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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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